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初中的台北,乘风如去,天朗气清。 毕竟一个时期的精心准备, 健康六喜,派成时刻大面的, 今天在宝岛美丽的重新台北能够开幕。 在此,我请代表台湾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对本次展览活动的顺应举办表示热烈的工作。 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致以诚挚的问候, 对为每次展览付出辛苦努力的两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泰山由五岳之首天下一山之称, 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高遗产。 自古以来,泰山一直是古代帝王, 奉善祭祀,敌民百姓祈福朝拜的圣地, 在数千年一始发展后, 泰山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国泰民然的信念, 寄托着每一个圆皇子孙对生徒和泄平然的期盼与效果。 泰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之一, 在台湾岛内有着寻寻的影响。 泰山东越大帝,地狭园军, 泰山石杆档等在岛内信仲者中国, 每年到泰山尽乡祈福和参访交流的台湾祭祷, 落一步离。 2013年,泰山各批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海峡两岸一脉相成, 两岸同胞选农一选。 泰山与台湾的历史情缘深入, 深入交流合作深入。 近年来, 泰山市不断拖展深化太海交流合作, 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交往会。 连续举办了台湾冬夜大帝, 地狭园军信仲泰山行, 改辖两岸中学生中华泰山陈寅艺, 泰山风扇大典祝导演, 泰山文化祝导展览等系列交流活动。 对于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技艺, 推动感情融合,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进一步扩大泰山文化在老内的影响, 泰山景区管理会, 泰安市台湾, 举办了这次券客历史 泰山时刻踏变的活动, 惊醒了30集图泰山时刻踏变精品予以展示, 呈现泰山深厚的人类语音, 使两岸同胞在一起影响 泰山时刻出发艺术汇报的同时, 充分体会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 相信通过这次展览活动, 第一,进入加深太太两岸的勇情, 进入巩固和扩大两岸文化交流合作的成果。 今后,通过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 两岸携手共同统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残传中华文化的时代内涵, 厚持两岸同胞的精神有在, 凝聚两岸同胞的感情和共识, 共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注入正能量,增添新活力。 最后,祝卷客的历史, 泰山时刻踏片的活动, 取得圆满成功。 祝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身体健康,事业永诚, 暗示主义。 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 各位朋友, 大家尚多好。 今天,2018走进台湾, 泰山文化, 眷客的历史, 泰山时刻踏片场, 在台北中华艺术院, 106大门正式开展。 借此机会, 我代表山东, 泰式博物馆, 对展览开幕, 表示衷心的祝贺, 对前来参加展览的各位朋友, 表示衷心的感谢。 泰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文山, 从汉代起, 就确立了它古月独尊的崇高地位。 千百年来, 封建帝王的封善祭祀, 文贼莫克的祭酒舒坏, 抵迷百姓的掌灾祈福, 为泰山留下了一堆巨大的文化遗产, 这就是泰山客室。 泰山现存各类碑客, 一千八百名书, 从秦汉一直延续至今, 碑客数量之多, 延续时间之长, 内容涵盖之后, 表现形式的丰富, 为中国名山之怪怪, 真草力传, 应有尽有, 使泰山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天然博物。 泰山是个踏片, 一直是历代金石学家及书法家, 竞相升级珍藏的艺术品。 他以单国承载厚重, 以佳作助推传承, 以狭小见证广播, 以眼前呈现无缘, 是最具时代风采和永久魅力的中华美国。 明清之际, 东越文化开始传入台湾, 至今保持了完好的发展脉络。 本次展览, 选举三世博物馆, 广藏石刻探片, 精品共计三十六届, 走进台湾, 给泰山时刻插上翅膀, 飞越海峡, 登上蕉脸腰, 让更多观众感受这些与大自然奇观, 魂为一体的磨牙, 刻石艺术物液, 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 这就是本次举办展览的初衷。 两岸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十年, 广大台湾朋友多次到泰山, 到带庙参观考察, 为两岸文化交流,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时, 在不断的交往中, 我们也建议了深厚的友谊, 这次展览正是两地, 联系密集的体现, 此次活动承蒙各位的大力协助, 展览可以顺利实施。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展览, 不断深化两地的交流和努力, 进一步促进泰山维化, 带着在台湾的壮大和发展。 最后预祝这次展览去的圆满专业, 谢谢。 在马桓的马桓的主任, 台湾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上车说, 刚刚我们马桓展望也介绍了, 还有最后也介绍了此次展览的意义和背景, 确实是此次带来的三十六幅作品, 我刚刚早上又仔细地看了第二个, 非常的珍贵, 非常的难得, 确实作品展现了中华优秀中文化, 千百年来的经典, 它是正像上的五全身经过上的一样, 是山东省对台交流和中长城市, 也是创造成的事。 这么多年来, 对台交流和论文化和经网都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我们与马桓展的辅助人在诗台湾也认知多余, 是诗台湾资深的, 这次带着我们的发展故事, 有关关于我们的官主书记, 有台湾市官会的领导, 还有台湾的个人, 能够我们台湾各位好朋友一起在这分享中华优秀中文化, 做两岸文化的交流, 做两岸有一个联系, 我觉得特别的原因, 特别的难得, 这些作品的展现, 不仅展示了中华优秀文化, 更有它的文化产生, 学术价值, 和值得研究的历史产生,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看牧师的舞后, 从我们华伍馆的书记, 还有我们的官员, 并有的来宾, 每一位自己的作节省, 每一位作人员的自己的经历, 每一幅踏踏的后部, 都有大显微人质的故事, 在去年的时候, 山东省的十个华伍馆, 在第一个大陆, 在中国一周到, 严峻办了一场大片战, 跟这次一样, 引起很大的功夫, 上次的展览踏踏踏踏实, 入国的山东省市的华伍馆, 有广场的现场, 展览持续很长时间, 在党内的华伍馆, 在台湾能看到这么多的, 珍贵文明, 非常难, 我们今天还有, 这次展览踏踏踏踏踏, 也是在韩世武厄丹庄下, 严深厉手帷踏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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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 결集会。 希望我们到台湾的美丽的好 我们就能把这样的相当的消息 有更多的理由可以上的产业 让我们到台湾的好 我们就请这台评评给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台湾的东湘区 谢谢唐宁 谢谢各位女士长 谢谢大家女士长 谢谢唐宁女士长 谢谢各位对面 各位女士一起 来看上台湾女士 来看上台湾的一切都要完全 参考台湾的一些主席人的心态 来看上台湾的阿主任 还有我们的孙叔继 还有我们的景气的阿主任 曼吉的孙警察 还有我们的广播电视节的 张书记 还有我们的众国国际协会的方主席 还有中华将近的阿伴 交流协会的周康胜 还有我们的周将近 还有她的夫人 还有我们的中华武部保护协会的 民会的部署长 还有我们同济会的 青商会的博德华的会场 同济会的博修书的会场 还有我们的社会关怀协会的 民运事情会场 还有我们台大哲学系教授 郭文池郭教授 还有我们现场有两位媒体 一个是中华时报跟养岸时报的特派记者 陈建宁 陈记者 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新政道人的记者 王沛丹 武华记者 还有各位在场 民会的所有贵宾嘉宾 我是大侠 大家好 好 好 今天其实北京都很太匆重 因为我对国家非常热爱 前天晚上我跟台湾的领导参戏的时候 我跟阿总认说他来台湾巴士 我见个三十天 尤其在参戏之前在101部长的时候 我跟孙主席第一次打招呼 他就清楚地告诉我说2010年在台湾的结果面临 所以我感觉这一团的这些领导 就像我亲朋好友一样 非常的亲切 尤其在前天晚上参戏的时候 我跟发现我们广播电视机的张书记 既然跟我是同年同业同日生 所以我们张书记掌声鼓勵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唯一朋友送我一个心下通水的纪念酒 限量纪念酒 我只有一瓶 我早上把它献给我的兄弟张书记 那我刚刚讲说我在这边 内心非常的温暗 因为我在十几年前 我在济南的武人康桥小区里面就有公司 所以我十几年前就爬过台湾了 因为我印象中 我们中国武业 泰山是武业之首 历代的皇帝有十四个皇帝 在泰山祭过祭天 所以我也收藏很多中国领导来台湾送给我的 就是皇帝祭完天要颁师陪朝的时候 叫回完起立国 我当时去的时候没有风扇大典 更没有泰山墨益 我会感谢我们档案集的孙集长早上也给我送的另外一个泰山墨益 所以内心非常的激动 虽然泰山没有台湾的义山高 可是他身为武业之所必然有他的道理 而且我十几年前就爬过来 我也期待说将来有机会能够再一次去泰山 然后看这个风扇大典 那尤其我们今天派安的领导 把我们泰山历朝历代留下来的这些孟宝带到台湾来 这个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台湾从1988年开放民安交流 到今年刚好30年 那早期是开放这个所谓的老兵返向叛清 所以这个是一种情感的交流 我们中国文化讲究的就是说 饮水失言 落叶归根 那接着呢 开启了两岸的经贸交流 那经贸交流是所谓 大家讲说 手拉手 那到最近这几年 变成从经贸又转到文化的交流 所以有人说 我们是从手拉手 已经走到新年新的 尤其我们马主任带来的泰山的这些 36幅的拓片 他告诉我 我上次秦朝 那秦朝是在西岩前两百多年 所以换句话讲 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我们中华民族号称有五千年的文化 但是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其实并没有有差 就算把它涵盖在内 两千多年的文化 也占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一半 那我们都知道 秦朝 战国清雄 秦极主演韩兆魏 后来秦末统一天下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中央集权的一个历史 他推行的所谓 人同文 车同文 市丁度量的 然后把周朝的丰益制度给废除了 用禁线沿用到现在 像我们泰安 我印象中他下辖两个历 两个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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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业历 泰山历 然后这个 新泰市 肥臣市 陵阳历 东平历 土地面积有七千多名 广东历 人口有大概五百八十万 那我十几年前去山东的时候 山东的领导有告诉我 山东的GDP是前中国第二 仅次于广东的 他的交通 公路的密度是前中国第一了 那更 我们 各位更了解的就是 古代我们叫齐鲁大尼 我们在历史上 有一个伟人叫崇子 我们讲说世界有两大伟人 西方叫苏格拉尼 那我信也 所以其实我的主席是 古代前桌 古代是山东 可是我到山东去 山东的朋友都说 利益是山东 我说坏 为什么 因为我个子刚刚 在山东他比较很严厉 孔子说有一个 我第一次三遍 其实应该 用一个 比较沉浸的心 来欣赏 这些两千多年 来偶下的末皇 所以我刚刚在隔壁 我也送了一幅字画 给我们 麻祖认人 叫 祭祷观 我们佛教讲究 禁、定、安、立 所以 这个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刚刚讲 两岸的交流三十年来 从一个情感的交流 到一个经浩的交流 到一个文化的交流 那我们常常讲说 两岸有小兄弟一样 那也许 我们这个 中国鸿路协会 王主席 在这个100 台湾的地标 设立上一个 叫中华艺术馆 我想非常多的朋友都来过 为两岸的交流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我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我也非常的荣幸 我一直希望说 我们能够再造一个 非王的汉江的行徒 今天最后 大侠在这边 祝福所有的贵贵 贵贵 能够欢喜自在 花喜充满 神采辉 也希望说 我们能够跟山东 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